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公子替咱们试试 此处也没有太医 该如何是好 有可能需要人工呼吸 何为人工呼吸 全知道 全来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这儿啊 第二招 顾电荒唇 成功了 应该是 无名 你看到了什么 回陛下 黑暗 你们在干嘛 准备好了吗 陛下 准备好了 一 二 三 啊 你要别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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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 啊 你们是生命太长了 真不怕死啊 要不是我冲出来 别说回南国了 今天上天国吧你们 朕可是一国之地 国不可一日无军 现在朝堂不稳 万一有心之人 臣罪该万死 臣不该让陛下以身实险 多亏叶公子舍身相救 在下对你 哎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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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你了 你还护过大将军呢 啊 你们就做死 谁 可这 不是你说的方法吗 可 可能 时间不对嘛 时间 对了 陛下 咱们是在你登基那天 出的事情 那天 正好是巧之节 要实在不行 留在我这儿也可以啊 我还能饿着你们不正啊 陈辰 你最近的情绪好不稳定哦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什么 如果真的回不去了 该怎么办 陛下在哪儿 陈就在哪儿 如果真的回不去了 小姐 我没认识吗 你长得很像郑家里的一位哥哥 不过他不会这么对郑笑罢了 你好 我叫李天行 彭道 老板 你好 这是我助理 你跟我来 你留这儿 嗯 你怎么那么喜欢够三大四的啊 谁是三 谁是四啊 一个木头 一个戴眼镜的 你是在吃醋吗 吃醋 你以为谁啊 你就是一个助理啊 那你 为何要这么在意郑的所作所为呢 我真要担心 那个木头就算了 那个戴眼镜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哦 哦 你这个哦 你有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 有没有听进去 这个世界上 坏人比好人多 你知不知道 还有啊 你这个样子想当入社会的小白兔 不你 草 要那么多 我自己 身上去 会出事的